歡迎收看海外賽事攻略 踏入新馬季 今季說正式式的楊絕博菜 來到國慶日後的10月2日 因為當日勝在日間的時間 先播出日本短途馬錦標賽馬賽事 接著到了晚上法國海旋門大賽 兩個節目時段當然厲害 加上13場賽事轉報 我想近幾年很多朋友都很熟悉這個流程 下午跑短途馬 晚上海旋門 兩場大賽今年都很精彩 雖然騎士日本隊去海旋門 分流了 但是短途馬錦標有些陣容 早就把勢在那裡 說起日本短途馬錦標 雖然說一級賽的馬在這裡不多 即速度大絲 贏過 但是他又縮程 但是一級賽的盟主在這裡 其實只有兩匹 所以看看有沒有後喜之秀 加上馬女可以承接到 今天由於日本短途馬錦標也好 法國海旋門大賽也好 因為出馬更多 所以我們今集加料 將節目時間去到三節 第一節我們先談談日本短途馬錦標 談之前也要看回當日的節目流程 日本的賽事我們要轉播七場 留意全部S1 主題賽當然是第六場短途馬錦標 1200米的一級賽 其餘也有泥地和草地賽 外防錦標、慈城新聞盃 大家的名字都聽慣了 今年也是 一級賽只有短途馬錦標一項 這項賽事其實歷史不算悠久 六七年開始舉辦 去到九十年代 就開始被外隊參加 說說說很威風 我們香港隊是第一部分 可以在日本短途馬上贏的外隊馬 當時是精英大師 然後極其妙也贏過 所以這場賽事 對香港的馬迷都很關注 對日本隊去年那隻 妙法靈機就贏了 可惜來香港就有點事 看看今年有沒有冠軍 接下來12月短途錦標會見到 沒錯 但是你說到 如果你的印競賽 或者在上半季 日本的短途馬 就說高松宮紀念賽 但當時高松宮紀念賽 是群驅蜜龍的 日照飛進入面就找到位置上來 看今屆日本短途馬錦標 會否均小一點 今次就因為去到中山競馬場跑 完全不同的賽道形勢 跟中京競馬場是兩回事 左轉變了右轉 而且這個馬場 真的上落起伏很獨特 先看看賽道形勢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看了這麼多年 所以要贏了兩關 實至名歸是短途王 過往不是沒有贏了兩關 少一點 中山競馬場 都是內蕩的馬 如果不夠速度 會有些浸浸蓋的味道 內蕩其實很嚇人巧 千萬別想著貼一二蕩 轉個彎 賺光不是的 其實會困多個吃飯 出馬16匹 剛才也提過 速度大師 15蕩 抽到橫山寶市去跑 看這15蕩要縮到甚麼位置 齊叫好抽過13蕩 其實才是池添謙一 幾匹都是後喜之秀上來的馬女 內村街營 賓中進的座旗 他抽過9蕩 其實他也見過 小趙皮、大城遠見 這些都是抽中蕩 10和11蕩 反而內蘭那邊比較熟悉一些 全陰街、岩田、康城的座旗 他抽四蕩 看來實力馬是收拾了一些中外蕩多 即是中蕩或以外 中山競馬場也說過 內蕩不一定是好事 外蕩可能還對 因為不用找 這些實力好些的馬 我們看起來 似乎在中蕩、外蕩是比較多 其中一匹是齊叫好 一撿,撿了十三檔 其實他在高松宮紀念賽上了 那場馬他不幸運 檔真是外德 之後跑得很好 之後贏了京王杯、春季杯 贏了這場任馬 即是破紀錄時間 你看他很輕鬆 兩步都過了 雖然贏著初勤 初勤也會跑 這次初勤也會排八檔 但那些時間 你講的是跑1200米 可以做這個場地紀錄時間 106 都真的很厲害 他在說跑1200米 所以你看他的姿態 高松宮的檔位 各樣東西都不是太過勢 現在剛剛13檔 中山徑馬場 他都是留住中階 他又不需要太厚 他可以守住八九位 這些位置最適合他衝刺 純計1200米的 全日本紀錄 就是剛剛齊叫好 中山徑馬場 龍王所做的 都是一番人六個多 沒有齊叫好那麼快 齊叫去到龍王的級數了 我聽過這匹馬 好像在上來的新星 但其實現在日本那邊人氣 熱得很厲害 是很重要的 究竟日本端土馬錦標 過去十年 究竟這場馬的冠軍 是否通常是大門兩位斜門 對 成績好些 例如一番人氣都佔到 頭三月很厲害 一番50% 上升70% 二番人氣都勝出20% 三番人氣是20% 他們好像大二次三月 這場賽事好像有些強弱懸殊的感覺 你看近幾屆 苗發靈基、放聲歡呼 這些都很實至名歸 對 所以都好像有些二番人氣熱門馬 相對會比較安心 齊叫好其實他都自己找到一條新出路 因為他很早期跑過櫻花賞 發現都是可能長的路程慢慢緊 反而縮回來的短途 就找到一條新出路 說到縮下來 縮下來還有一匹這場就縮下來 速度大師 他現在是二番人氣的馬 暫時縮下來是否可以 無安田紀念賽是有點失望的 他又一度敗回來 就復出了這場 不過他又有些受阻 日照飛上路程嚴長算 不用作準 這個速度大師 當時的勢 如果早小望空 有些機會 也有些機會贏 但沒辦法穿第二 休息了 跑完這場之後 其實那個部署 就跟之前放聲歡呼是一樣的 不過放聲歡呼那年贏了安田 他是第二 但是如果你看看放聲歡呼 就是休息完了 一縮下來就贏短途馬錦錶 不過列馬斯或馬祝奧都有說 他們的終極目標 都是下個月的一里冠軍賽 現在的新可能還差一點 因為九月初才回到馬房 現在是看級數 可不可以踏夠 因為你看他的賽職 除了杜拜一場不好 加上環山武士跑三次都全部上名 因為這匹馬初次上陣的時候 根本已經是環山武士跑 說到環山武士近期首峰 當然也是順利 日本那邊 他上星期六已經過百圓 加上他自己的騎士生涯 已經達成四百圓 所以這個年度 各樣都很… 上半季雖然有一級賽就不太好 下半季 過了暑假那樣都算挺長順的 希望縮下去千二得 不過你說跟放聲歡呼比 速度大師我覺得整個馬的身形 他比較偏長身一點 空狠程度感覺上放聲歡呼的後勁會再凌厲一點 速度大師 因為他跑的戰線是安田紀念賽 跑到中距離的一級賽 縮下來跑短途賽 過去短途馬錦標有沒有成功例子呢 看看數據 也有的 不是沒有的 其實是有的 剛才說過 放聲歡呼的贏安田 縮下來 其實經常都有些春秋一里王 把那些中距離拉 其餘戰線 人馬感哪有最受重視 CBC那條戰線 其實數據不多 不過是有贏過 看看一條直路追多少 當日放聲歡呼當然厲害 幾步都掃光了 看看速度大師做不做到 另一條戰線 當然看回 在日本 春季時的短途賽 高松高紀念賽那條戰線 剛才阿濤開場時也提過 那次你很喜歡日照飛進 那次真是夾對那一場 但其實你看日照飛進 他走得對 一點都沒有蝕 齊喬就是出田 變齊喬好就慘了 他因為排外檔 沒有辦法 但這次齊喬好也是外檔 但問題是日照飛進 這類混戰之中 走得對 贏一次 是否真的可以再贏 那時高松宮 三月份日本那邊經常下雨 剛好那天都是一個變化地的舉行 會否亦都幫到日照飛進 這兩件事我們都是猜 但外面齊喬好真的蝕得很厲害 說起日照飛進 其實他都有跑這個 上了安田紀念賽跑 其實安田紀念賽我們都看過 整堆馬勤 他又不是輸得遠的 都不過不失的 中間第九名回來 都是輸大概三個馬位之內 都可以接受 連馬師已經承認說 我是有點錯的 他的路程真是嚴長了一點點 如果他怎樣都好 如果今場贏到 他就是第六匹同年 可以贏到春秋短頭和兩關 不敢說他沒有機會 但他不突出 我當時在高曹公建念賽 我有選擇他 覺得是憑到最好的狀態 加上檔位 各樣都搭夠了 贏了一點點 是否可以再做一次 這類的例子我覺得未必是太多 大家可以選擇 不過這次我就沒有這麼大的信心 坦白說 還有一些後起之秀上來都要留意一下 內村街營 下跪很矚目 三歲 還要知道 跑完櫻花上 這隻不是人那麼笨 縮下來 因為他是密奇島 跟齊喬同一個父系 都是短途戰線進軍 這場是涵管短途錦標 當時他很輕磅 受引副榜110磅 當時是賓中盡 他放得比較前些位置走 輕磅之力就放到 不過出道至今都很厲害 跑了九戰 八戰都全部是上名 只有一場不上名 如果你看回涵管短途錦標 他又可以放 但追又如何 上一次他抽個檔位 北九州是外一點的 但是早段我覺得 賓中盡很有誠意去攝 攝到來二碟 表現不頑 但失地太多了 因為北九州很不錯 你小倉的直路比較短 幻圍那裡猶疑 這裡就等一等 減出和減入 好,那隻馬好像帶著賓中盡上來 其實前面那隻走掉 你真的只有他一隻跑 當然了 三歲馬 他贏到年長馬 但甚麼就是他輕磅 如果看回上一次 短途馬錦標 三歲黏馬贏到 就數到二零零七年真功快車 都比較有難度的 三歲馬女 剛才走掉那一匹就大城遠見 這次有份跑 是不是可以再一次走掉 中山 雖然直路也不算很長 但你會順著那彎 錶上來 其實都用盡沖程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女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還有剛才有一匹急風聲勢 之前已經是跑過他了 急風聲勢會保重到 劍蘭鮑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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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奇致勝 在前面走那一匹 方華十八都是同場的 不過當時急風聲勢是李武華跑 我記得那場也不太受注目 反而能力即使他贏 即使他認受性是否這麼高 配搭又不同了 那次是李武華 現在不是 這次是李武華 在法國跑 因為沒空 急風聲勢和出奇致勝 我覺得兩匹馬相近的地方 就是中山經驗當然少 大家都跑過 急風聲勢是六圈馬 但中山起碼是一次還可以準成的馬 但反而出奇致勝 跑過一次中山只有第五 而且兩匹馬的感覺上比較大臨電 尤其是出奇致勝 是很大步的軍速馬 出奇致勝有一點 上次在雜坊跑完 回到馬房跌榜跌得很厲害 連馬斯特最近很粗翻起 回到一些榜 也要小心點 上次拼搏過度 這些會投資 小心點 如果跌榜就不是太恭喜 出馬就16匹 不過局勢似乎不是太不明 有幾匹似乎突出少少 選一匹初選 途理先 初選也是要一隻齊叫好 畢竟上次人馬錦標 那個時間 說跑1200 可以1分06秒 可以完成賽事 都不簡單 雖然場地比較乾快 但接下來天文台的預計 都是正常場地舉行 如果是好地 各種都會合跑 加上十三檔 希望不要留到太厚 在八九位最好 剛才說的速度大師 橫山武士跑過 全部上名 安田是第三 一里冠軍賽是第二 都配合的 始終覺得這組 沒有今屆的短途馬錦標 不是很頂尖的短途馬 所以我覺得這匹縮程下來 當然狀態可能都是八九分水準 但有些級數 看看後上追了多少 還有要看著那匹 當然是萊宣佳營 這麼厲害的癡馬 後勁也好 擺在前面走也行 看看他自己拿過什麼位 還有今次 他排過當我多喜歡 中檔 最重要是不要學 北九州幾點賽 找出找入在這裡猶豫就行 這馬可以追那麼多馬位的後勁 跑中山這些場合適 而且他右轉 不需要擔心 板神、鹹館都行 所以這批內村街營 是奇兵一路 所以都會選這批 好了 就談完日本端和馬錦標 我們先休息一會 下兩節我們都會談 法國海船門大賽 很多馬看 決定 可不可以 終不可 終不可 後人 決定